我问老师,四位除以二位的厨法,先辈有哪些? 四位除以两位的厨法,先辈致四 计算的部分就是两位结成一位,对不对? 然后就是减,这个减老师要记得哦,这个减它是以一维单位还是各种单位都有 它是各种单位都有哦,四号老师有没有听懂? 然后概念的部分呢,一样,这两个是都会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建议让学生了解等分数的解题活动 就是孤伤错了以后,可不可以调整? 如果老师没有听懂我解的等分数的解题活动,我开始说明给老师听 这个减法应该会了,那这个如果不会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上课前一个月就先出很多两位成一位每天给一批?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那多单位跟一单位,其实老师只要教出法用偷盖的就是老师老袋没有多单位 用盖的就是没有多,就是把本位盖起来再移啊 这种老师还多不多?应该还有四层 对,就是用盖的 我讲的单位就是这个都一样 不过这个看起来学生应该有感还是无感我不知道 我出一题看看老师有没有感 这两题 我把第一题变成第二题,是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换单位嘛 这个单位的数字很大嘛 这个是以纤维单位数字比较小 只是平常有没有提醒学生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 如果只是计算的话都会把你拍掉 不是我的意思说 只要是多单位 就代表说我把上面排气全部用下面 因为多单位每个单位个数不会超过十 这次告诉老师多单位比一单位要计算要减单 其实如果老师你有教一单位跟多单位 这个处法换单位前人就会了吧 会不会很难? 不会啊,就是换单位啊 平常我们老师没有提醒而已 不是怕余数吗? 你就换单位不会有余数啊 换单位再紧一下看不到 不是啊,你32个10,减15个10 当然单位是10嘛 32个100,减15个100,单位是100嘛 所以你除了画余数还是那个单位嘛 我知道啦,我再讲一次就是说 如果你平常有强调单位会不会好很多 对嘛,你平常不强调单位才会出问题啊 数学全部都在玩单位 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是学生骨伤错了以后 可以不可以不要刹掉重写 但是,这个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这样有看懂吗? 嗯,谢谢 现在我要问老师 老师,你觉得 现在我如果教 现在这个是在四年级吧 四年级交完以后 你要不要教 要教学生怎样 孤三孤的比较准 还是要教到 孤三孤错 不要差掉,调整回来 要不要教到这个 要不要教到这个 大部分的大人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我觉得应该是OK吧 孤三孤错,调整回来 只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应该也没有什么难 好,再来一样的话 就是说 第一题都付钱币 因为他很容易用多单位来解释 然后拜托老师 第一题再解题 第二题再回到哪里 回到情境 所以强调单位 不要只教计算 那处法只教计算 后面一定死掉 惩罚还好 惩罚没有差 为什么 小数成小数 学生还是变成什么 整数在做吧 但是 商商到小数求余数呢 就完蛋了吧 好 再来 我也是拜托老师 要注意 教所有的数学都要先教详细 然后省略 让学生去省略 老师想想看 学生详细的做法都看不懂 然后你教透视部的看得懂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这样有听懂吧 怎么可人 所以学生的所有迷思 应该是我们都跳步跳太快 这样 ok的 然后呢 是不是 多教一个 少姑的 好 那现在秦老师 想想看 在教左边的处法指示 基本上就是用同购 把操作前臂的过程 记下来 那我现在把操作前面过程讲一次 好 老师看一看 你平常 学生可能会漏掉哪一些 第一个 5983也可以看成 五张一千块 九张一百块 八个十块 三个一块 然后五张一千块 分给其他不够分 每个人分到零张 还剩五张 然后呢 五张一千块 换成五十张一百块 再加九张 五十八张一百块 分给七十个人不够分 每人分到零张 还剩下五十九张 然后五十九张一百块 换成十块 五百九十加八 五百九十八枚十块 分给七十二个人 然后每个人 五百九十八枚十块 分给七十二个人 我分掉了五百七十六枚十块 还剩下二十二枚十块 然后每人分到八枚十块 我把八集在十二位置 一般老师可能会漏掉 分掉了五百七十六个十块 还剩二十二十块 不够分 然后二十二个十块 换成二百二十个一块 加三个一块 所以每人分到三个一块 分掉两百一十六块 还剩下七块 所以答案是 每个人分到零个千 零个百 八个十 三个一 也就是说 每人分到八十三元 剩下七元 那这样说出去 最大的问题是 左边那两个零要不要写 一般老师会不会写 他如果不会写的后果 大概就是这一个 对啊 你这里也不够分吧 这里是不是要写 写真搞不清楚什么 不要写什么要写 低分组不写的多不多 多啊 就是老师带的 这样懂了齁 好 那再来如果说是 右边这个技法 老师自己想想看要怎么样 怎么样说 前面都一样吧 到这边应该是说 五百九十八没十块 我讲 我估每人分七个十块 分掉五百零六个十块 剩下九十四个十块 不够分 我把七记在十的位置 然后呢 我发现九十四块 还够分给七个人 所以我每个人再分一个十块 分掉了七十二个十块 还剩二十二个十块 我把分掉 每人分到一个十块 记在那里 然后晚上都一样 要不要说每人分到多少钱 要不要说分掉多少钱 每人分到七个十块 每人分到七个十块 分掉五百零四个 还剩下九十个十块 因为你要 你要把分钱币的过程 每一步都写出来 如果学生七十二乘以七 不会怎么办 其实老师有没有想过 这个蓝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两位乘一位 如果你写执事 写成都会吧 你在旁边写 扇事执事 他会吧 这个是要在哪里乘 脑袋乘 对啊 有人力在脑袋乘 没有人力在哪里乘 旁边乘嘛 所以一定要让学生七十二乘 会写成一个扇事 对啊 如果你不写成一个扇事 这里就没救了嘛 这就是我才会说 你要用多单位 一单位是没有用的 就把它消灭掉 老师 那这样子算是执事的算折 还是执事的记录 这个算折就是 对我来讲 他所有的算式都是记录啊 对啊 他是解题的记录啊 只是这个记录 记得是解题活动 记得不是计算过程 但是通常都会让别人擦掉改什么办 我没一件啊 我现在我只是在问啊 台湾很简单啊 民国六四年课本长什么样子 都不会改啦 因为受那个影响很大嘛 下问题是接不接受这一个啊 如果接受这一个的话 拆错就不用擦掉 那如果说高估的话 高估的话就是这个 有看懂吧 高估的话 高估就不会有 我现在问老师 低估学成应该懂吧 高估有没有办法让他懂 其实老师你试看看 我觉得比较活动 你把这一个跟那一个两个病字 这一个十二怎么来的 是一人一次再分一个 那这里的十二呢 如果两个病字呢 这里是十二怎么来的 每一个人要一个十二块回来 其实数学要看关系 你如果都教单独的没有用 老师觉得这样病字有没有机会 两个病字让他看到十二 小心有没有机会 总比你单独教好吧 对 两个病字就是说一个是 一人再分一个十块嘛 一个是每个人要一个十块 然后再不行 你把操作过程演下来就好了 你把操作过程 操作一直给小朋友看嘛 这就是同购 把操作前面的过程 继承直视而已 如果你这两个做了以后 孤三错通通不用 拆掉重鞋 我没有意见啦 我没有意见啦 问题是你孤还是会孤错啊 你孤不会错吗 其实都在旁边计算算一算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勤劳嘛 这个会比那个快嘛 我没有意见啦 就是说你要改变很难 但是 其实这个是比较方便 像我的话习惯不错 我不会擦掉啊 我都会这样 擦掉好累啊 两个病字 你试看看 两个病字 然后呢把活动操作一次 应该 我认为中 上学生绝对没有问题 他那个不够五又再加十二 接下来那个七 就黄飞给他 这就是不够五 所以这里有点像整数嘛 但是你有 操作距离物其实还好 还是十二解五 这个我是乱写的 你要加什么记号 就是不够的意思 画圈干嘛都可以 不够五 然后又再折十二块 就是个记录而已 不会是用它来计算 有点难啊 那就代表 如果你觉得很难 就要学生低估嘛 如果很难 你就带学生去低估就好 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想法啦 以后就不用擦掉重写那么辛苦 改变很难啦 我没有要求啦 只是擦掉是比较勤劳而已啦 好啦勤劳也是美德啦 好 那如果交完以后 那熟练的学生提供题目 让他熟练嘛 他也可以讨论高部低部 要怎么处理 这个算蛮容易猜话吧 然后不理解的 就再交一次嘛 对不对 其实对我来讲 不会的学生 就像秀玉讲的 不会的学生就再交一次 还是怎样 随便你交错 对不对 如果老师交错怎么办 就交对就好了嘛 你交对就是他没有过 但是你就记得 再交一次的时候 步骤绝对不可以省略 先让学生有减低成功的经验 然后再让他更有效率 那考老师一题这题答案多少 这题不会当然就完蛋了嘛 只是高主老师有感觉了嘛 但是通过率是很惨啦 学生应该是勤劳嘛 其实跟这个一样啦 老师想想看 这个题目 学生为什么算 我以前问问他只有班的 他还是怎么样 把甲算出来再处一次 那就代表说 他对执事处法是没概念的 你觉得这个题目 哪一种学生比较多 哪一种比较多 算出甲 但是为什么他要算出甲呢 其实老师有没有想过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数据 这一个题目 这题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奇怪 这一题 7数除以7 然后呢 3算到小数 第2位或第3位 还没有写出语数 这题通过率只有.26 有人说 啊这个像 这也不像是题是非题啊 不是算完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一题 跟他有点像吧 然后问余数 345.12问余数 看起来通过率差那么多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应该是 这个题目 题目给的很正 他小数点晚上画下来 对不对 他是不是真的会不知道 但是小数也比较容易画 那这个呢 他自己算 可能怎么样 可能他画不准 我不知道 那这个是要考 那个商是几位小数 没有 他只在考直识 让他算出答案就好了 只让他算出答案 只要他算出答案就好了 对啊 我算过很辛苦 很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问题是 在辛苦 高分组也只有点36 你老师可以注意 他问你选择选2 对啊 为什么他选2 不知道 故意选2 因为只有2的答案 比较不一样 也可能吧 不知道 这个我是不知道 这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再怎样也不会这么烂吧 那这一题如果 让他学生自己算 会不会掉一点 对 那我现在问老师 小数除以整数 比较简单 还是整数除以整数 三上到小数第二位 是小数除以整数 是小数除以整数 比较简单 那课本 有时候他先教整数 除以整数 他是头课坏掉 他是用国语在解释 课本 课本他很多都是先教整数 除以整数 那请老师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也没有要学生计算 只是他学生去看 1 为什么会变成 学生不是要补一0吗 好 这题通过率会不会很高 就代表说 我们老师在教除法指示的时候 真的只在教计算过程 没有去回到单位 对 那程没关系 除就知道会有问题 这样OK了 其实 学生如果除法概念 他应该知道 余数在晚下除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把被除数 酸出来 这个学生应该有感吧 但是看起来是 无感 无感很可能就是老师用口诀教 没有回到单位 秀珍不错 我一个早餐把你赶三个早餐出来 什么威武 秀珍很凶啊 我只好